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接受 没有特别要求啊 这个不是很重要呀 这是不好说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我觉得不太正常吧 无限的婚姻你可以接受吗 接受不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已经是成生活的一种必需品了 因为这个的话 关乎到你的爱情吧 我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结婚 不想 无限的婚姻不能 为什么 因为开心最重要 可以 为什么 我觉得精神恋爱也挺不错的 能接受 为什么 我喜欢柏拉图 怎么 你觉得无限的婚姻你能接受吗 不可以 因为如果结婚肯定是和自己爱的人 我要你干嘛结婚 我可以吧 为什么 我觉得感情就是给对方精神一点 如果是只有通过性才能维持的婚姻的话 那你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不接受 为什么 恋爱 恋爱本来就有很多种 有激情式浪漫式 还有一些完美式的 如果完美式的话就是激情式跟浪漫式结合起来了 不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婚姻之上前提之上的 两个人在一块必须这个东西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维持感情的一种方式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性生活是在夫妻婚姻当中是一个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可以没有钱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性良的人肯定走不远 为什么要问我今天我还是学错 哈哈哈 我没有结婚 让我们不知道这 我真的要不要